你搬我那儿住几天吧 我陪你一起找回自信 跟我有关系吗 必须有 每个人都是自己 最好的美容医生和心理医生 吴迪啊 我想把你这颗 媒婆痴给你娶了 你同意吗 可是他们说 这会破了我的运气啊 得了吧你 你都要跳楼了 你还是转转运吧 你同意吗 吴迪 你觉得自己漂亮吗 不漂亮 我觉得你挺漂亮的 你还为我 你这个质不都去掉了吗 只要质就要看了 你把你的眼镜摘了 你把你的眼镜摘了 我把你的眼镜摘了 那你离镜子近一点看 你还是不好看 你转过来吧 你转过来吧 你看着我 你别哭了 你笑一个 别满天别笑了 我发现她的问题 出在她那口牙上 吴迪 我觉得你的牙口不太好了 你又生疼吗 我觉得你的牙不好 全世界都知道我牙口 但是我还是觉得 你长得挺漂亮的 你凭什么说我漂亮啊 一百折百折 你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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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骗我 吴迪 我想跟你说焦虑症 要学会自我心理暗示 你要说我自己长得很漂亮 你必须要说我很漂亮 你说一遍 我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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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点声说 我很漂亮 我真的觉得你长得很漂亮 我告诉你 自信的女人才最漂亮 你一定要记住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自暴自弃的女人 你要学会打扮一下自己 来展示女性的魅力 魅力 魅力就是你可爱的信心 你要夸大自己的优点 掩盖自己的缺点 我看你就很像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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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宁海斯维的旗帜 嗯 看过《悲惨世界》吗 很好看 回头一定要看看 很悲惨的 你看你 对吧 眼睛长得很漂亮 你就要把扣在你眼睛上 这个瓶子上给扔了 坏副博士文 我看看你的额头啊 你看你个额头多么饱满呀 你要把它晾出来呢 看着我 你再笑一个 我恨死你这口牙了 我一定把它干掉 最近这爆小蕾怎么没影了 也不来喝咖啡了 也不来喝酒了 难不成他借酒了 造了那么大的孽 他不得弥补弥补啊 他造什么孽了 他扬言说 不需要我这个美容专家 就可以把吴迪变成美女了 怎么可能啊 吴迪那长相 灾难的 你这嘴子干啥 就是 把我雷同志搞 灾货重建工作 他容易吗他 好稚 都没没有 干嘛 看看谁来了 来来来来坐坐坐 坐坐做 来来来来 坐坐坐 来给你ق六 来 来 来 坐 坐 来 来 来 你也坐 你也坐 太漂亮了 是不是 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 好 来 干吗呀 对啊 你去哪儿啊 我去美国进修通知书到了 真的啊 以前我去哪儿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 去哪儿也都没有人关心我 现在 我会在你们每一个人眼里 都看见得不舍 谢谢你 好 我变漂亮了 焦虑症也好 你 你太好了 我爹 真的 只要你每天都能阳光健康的生活 我们都发自内心地为你更新了 对 来 咱们一块儿敬无敌一杯 对 来 祝贺 祝贺 太好了 来 来 喜临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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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喜临迷啊 热别棒 哎呀 修理一下 又回你啊 你太厉害了 真的 有电话你们喝着啊 哎呀 真行啊 真爱 爸 爸 你别哭啊 怎么真的在我这儿呢 行 行 你等我 我马上来啊 金波 我怎么了 你的焦虑症好了 我爸焦虑症犯了 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当初我爸 把我们家那传家宝 给了吴迪了吗 那镯子是假的 让我给掉包了 我爸拿回去的 那是一玻璃的 老人他耗面 他也没好意思说 这不是一直郁闷 郁闷成焦虑症 现在站在房顶上哭呢 笑什么呀 还笑 不是 就你能干得出来 这种不笑的 什么人 你快回去看看 什么人 回回回回 什么人是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一个女人 她许久都没有见面了 忽然跑过来跟你说 我怀孕了 孩子是你的 你该怎么办 你烦不烦人哪 我听啊 也没说你 灰灰摇出来都是你 起个破网名死了都要见了 你一死去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爱心觉罗金鸡钢 我 你游了 你们俩还能再无聊点吗 有这一功夫在这儿游一游 为什么不出去找一找啊 找个朋友聊聊天有错没 哎 爷这叫江太公钓鱼院者上钩 有美女主动加我 张张眼 你别光信照片 现在像这种大眼睛嘟嘟嘴尖下巴 满大街都是 这叫蛇精病 对吧 干啥干啥 大部分蛇精都是我做的 你们俩这纯属 赤裸裸的记忆 你有个人也让她发张素颜照片 你先过来看看 爱心觉罗高 你最近好吗 这连我祖宗名都知道 这首尾吧 这谁啊 谁啊 天长地久根本没有 林翘 这没人出来啊 这老熟人的 哎 本人好看吗 原来没这么瘦啊 这减肥成功了吧 我挺好的 嗯 好久不见分外想念啊 这可恶心 人家不找你根本都忘记人家了 还想你啊 我心里想你看得出来啊 嗯 你看 哎呀 这他这个孩子 马上就要早毒手了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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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那我们见见吧 看看 你究竟是怎么想我的 行啊 那咱们相约酒吧 嗯 叶未央 不愧是我爱哥呀 从来没有施舍过 从来没有逃过你糊口的痒啊 而且一直痒都不放过呀 吃完一磨嘴绝不负责而已 万花从中国片野不沾身 哥哥这叫本事 爱哥 你真不用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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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啊 你在哪儿呢 我在这儿呢 你等会儿啊 我在这边用火了 我没火见你啊 往哪儿看呢 这个人呢 那微信上那照片是你吗 咋的不像呢 像屁过 你说啥呢 像PS过 你现在还当服装助理呢 我不干了 我一学服装设计的 我不能一直给人当助理啊 人出生的时候啊 都是一张白纸 多年以后啊 有一部分人变成了稿主 写满了一段一段的故事 只有少数人 依然是白纸 你的意思是你还是白纸 我一定是稿主了 不不不不 你不是高纸的 你是胖的 你还那么贫 我跟你说 就这种高热量的饮料啊 都少喝 少吃少喝多运动 肯定熟的 我刚往里边放了个包胚蓝 我不用你 为啥呢 你还愈了 我真要是还不明显呢 你还愈了 我先是一个准妈妈 孩子的爸爸 啊 就是你 你还那么风雪吗 什么时候怀上你 咱俩回就见过一次了 两次 逢一天 这是你意思 闹 谁跟你闹了 哪天我怎么不记得了呢 我就知道你就得这么说 我帮你复习一下啊 想起来了 没那么准 我这是很严谨的啊 就是那一天 我想打掉这个孩子 可医生说我身体有一些问题 如果打掉这个孩子 我再怀孕的机会就微乎其微 我不敢告诉我爸妈 又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所以才拖了这么久 我就是觉得 孩子的爸爸有权利知道这件事情 你就是孩子的爸爸 你说 车声我回来了啊 不是去那家大美女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是你的风格 怎么了这是 受刺激了 早就跟你讲过 那些照片都是PS的 你还不信 不好意思了 没有问题 你说一下 让我们哥俩也一起快乐一下 我要当爹了 你再说一次 我要当爹了 别笑了 我都这样你们俩还笑得出来 不笑 我又当爹了 这我打算是什么意思啊 自面意思 是今天播种十月收货的意思 收什么货呀 我收了个大活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啊 七个月前 我跟那林翘好过一回 就一回 今儿我一见 他怀孕了 这非说我是孩子 他爹 挺好啊 也是好事 你是老来得子吗 我没你老 他这不是老来得子 是老来得瑟 你现在还得瑟吗 还是他爹 你不是常说万华从重过 偏夜不沾性吗 还常在河边走哪儿也不失鞋呢 可问题这不是鞋子呀 这是个孩子呀 我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呀 要么生下来 要么做掉 做掉 做掉 几个月了 几个月了 这不杀人吗 我不想杀人 法律不管我也不敢 你跟我讲师傅啊 几次 一次 几次 你怎么还就听听是你的呢 对啊 对啊 我怎么想到 我给你这回事 看看师傅 我认识你 在确实够惊险啊 而且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没事吧 我呢 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但是在我为这事负责任之前 有件事情有续 我先确认确认 你说吧 你看咱俩有七个月没见过 对吧 我不想这么草率地 就把那孩子给扔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也有可能记错呀 如果真要是那样 对孩子不公平 对孩子他亲爹也不公平 真是吗 你不想要是吧 那倒不是 阿德 开车 去哪儿啊 前面路口右转 直行 不是 你不说去哪儿 我可不走 怕傻呀 我又不是去公安局 我去医院 我觉得这事啊 反正冷静点 毕竟都七个月 你现在把孩子打掉 他也不现实 谁说我要打掉了 那那上医院干吗去 爹 亲子鉴定 你不知道 我知道 知道 那我就不用过多的解释了吧 我就跟你说俩数了 嗯 亲子鉴定 肯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 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否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 是百分之百 干吗呀 你就只要付出这么一点点 就这根毛就够了 而我 你呀 就得做羊水样本提取 为了保证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我必须到三家或三家以上的医院去租 我 几天之后 你就能亲眼看见 白纸黑字的鉴定报告 我要让科学告诉你 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 我觉得这事啊 咱 咱别搞这么严肃 那毕竟咱们是 人民内部的私生 你知道我做了多么艰难的一个决定 我再把这事告诉你 你没有表现出关心和体谅 你反而质疑我 不得不说我对你有些失望 等你想好了 什么时候做亲子鉴定 你再来找我 你快走到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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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上去那个姑娘是一个味儿来个 人家肯定料到你 不会轻易令这个孩子的 因为我做亲子鉴定你敢 你能证明那孩子不是你的 我看他特别确定那样 我就反话 行了 听哥的吧 别做了 别自取其辱 人内姑娘肯定不是傻子 人家敢拉你去做亲子 亲子鉴定一定是 很肯定你就是黑白爹 可文林儿他图我什么呢 我一净身出户的一男 一没存款 二没房子 我要是那个女的我也不嫁给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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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述完个人观点就行了 不要带那么多情绪 尤其是面对一个 比你俩处境还凄惨的 你凄惨个屁 就你这样子 你俩孩子都有了你凄惨 孩子 孩子 那可是无价值不啊 不行 我得找他报仇了 关明 这 说吧 谁的事 你怎么知道出事了 闻出来了 一股酿成大祸的为大 我 我就是找你主要想 咨询一点法律问题 不按小时收费啊 你按分钟收费都行 我的事是这样的 直接问问题 前事我都掌握了 你们想做就做吧 你们这抢座的速度 跟你们这嘴一样快是吧 好事不出门 坏事给我传千里 就住门对门 没有传千里那么远 都是自己人嘛 那行 那我直接跟你说吧 我是觉得啊 这个事如果 如果 这个孩子他真的是我的 这属于是未婚生子对吧 那我的遗产 要不要分这小村子 或是不及其他人 那你这儿 去哪个土地 我费都不容忍 你 我 有 的 王 吴 故意杀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2条 故意杀人罪 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终身 终身 太专业了 你不是听得太吓人了 刚才 又真到那天 哥只能给你送棉冰棉袄 我给你送包子 今天去做鉴定吗 我去换衣服 别别 等会儿 等会儿 我能不能先进去 我有话想跟你说 就站这儿说吧 你看我那天我说的那个话 就是我问你那个 这孩子确不确定是我的 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不是说我不想认 也不是说我想推脱 其实我就是随便说说 但我没想到你生气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不生气 这老话怎么说来着 生气容易动胎气 是不是 咱俩虽然说不熟 但是咱俩能有个孩子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缘分不浅呗 我今儿来啊就是想告诉你 这孩子是我的 我认 我这儿有张卡 我这卡里有点钱 虽然说不多 但是我能拿出来的也就这些了 这样 你拿着 回头你生完了 你告诉我 我去看看他 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看他 看猫看狗呢 那么随便 不是不让看啊 怀孩子生孩子都是你人的事是吗 你就来看看他就行了是吗 是吗 你那意思是我还得帮你生是吗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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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能换个台湖呢 为什么呀 不是很好吗 多好得小黑啊 挺迷好 就是 艾哥 将来我当了你孩子的干爹 不管他好不好看我都不嫌弃 什么话 是黑的都很好看 没有哪儿看 行了 你俩别跟这儿扯了行吗 感情这事没躺你俩身上是不是 都赶紧的 马铃给我找找看看 有没有什么海外关系 哥哥跑路了 我不得收拾收拾行李孤单 你干什么要跑 你还不明白 林翘让我给孩子当爹 我不得跑吗 那孩子能把你怎么样 我也有孩子 都长这么大了 不是很好吗 咱俩能一样吗 都是男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连孩他妈我都不熟 弄一孩子我怎么弄啊我 那你不正好站在时代的前列吗 哥哥我这回没站时代前列上 我站时代前列线上 那你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给她点钱 让她吃点好的 舒服舒服的 饿了你说 喂 刚才 闹归闹 人家好丹丹的一个姑娘 成了你孩子她妈 你得对人负责任 责任长什么样啊 没见过 天气高 忘了 我明天就让你知道 责任长什么样 没见过 你还是个男人吗 你不怕人真急了呀 告你啊 遇到问题 绝不退缩勇于担当 这才叫责任 林小姐吧 林小姐 我是刚才的好朋友 我叫高大上 今天来的主要是看看你 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哥说 哥替你做主 我心有爱 这个哥真意忘不了 我之前说的话呢都是放屁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其实主要是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我这个心里太乱 别说这些我用的 孩子的事你尽管放心 我一定负责到底 只要你需要你随时给我电话 我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 为孩子保家护行 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保家护行 你做得到吗 他叫我 那我叫我叫他 不是我发自肺腹 你 你看我 我现在能给你做点什么 男孩 男孩 还是怎么玩啊 都什么时候还想着玩儿 你说的是男孩 恭喜你有儿子 你个熊孩子 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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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们就约好了 第二天到小猪下去做课 第二天他们刚刚要安安安安安安 就听见小猪在屋里面发脾气 不嘛 不嘛 妈妈我要吃蛋糕 我的蛋糕哪去了 你 你的蛋糕被你定着 明天妈妈再给你买一个啊 不 妈妈 现在就要吃你 凭什么把我的蛋糕给她吃你坏 又不是你妈把你蛋糕吃掉 你跟你妈发什么脾气 你不现在给我买蛋糕 我现在就给你发脾气 我就是发脾气 我发死你 发死你 谁编在这玩儿的故事 讲不下去了 你也就是发脾气呢 没发脾气了 我没发脾气了 别急呀 孩子是可耐的 需要挺到父亲的生活 你要生的 跟那商场里那俩熊孩子似的 还可爱吗 明天别忘了去做最后一次皮肠 行了 别磨刀了 我忘不了 那你修一把 帮我 拜拜 日有六百分之一的男性 会在妻子生产时 晕倒在产房里 我去 当爹市场修行呢 天天 李大市 老板 鲜月 艾哥 你在哪儿呢 你那儿呢 我还有两个路口就到了 你先等我啊 别着急 我有个电话信来 先挂了啊 师姨 你怎么打电话给我了 别别别 你先别哭啊 你在哪儿呢 行行行 那我马上过来 我已经是潜伏了 为什么我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好 你怎么来了 不是 你给我打电话嘛 然后我听你哭得特别厉害 我担心你出事啊 我赶紧过来看看 没事吧 师姐 坐 怎么了 那就你吧 什么 什么 救我吧 好好好 好好好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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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 你不是跟那个 斯文败类分了吗 你什么也别问 那 那 那我接个电话行吗 那你接过 我 师姨啊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你晚上睡一觉 明天早上一睁眼 什么事都过去了就 我自己玩了 什么节奏啊 她这是暗示我的吗 我们两个还有可能 重归于好 你别不要脸了 静静啊 你伤着伤得还不够深吗 好 谢谢啊 我已经好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这么快就好了 对不起啊 吉刚 我刚才不错电话了 只是想借你的肩膀用一用 什么意思啊 借我肩膀用一用 就是趴在你肩头上哭一哭 我现在已经好了 你可以走了 谢谢你啊 吉刚 不 不客气 你 你 你跟我这么一客气 我就老觉得 我向你们飞机上乘客 那行吧 那我走了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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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下去 先去吧 我关上了急啊 待会儿 怎么样 脚公缩 没事的 不过他现在身体虚弱 身边不能离开人照顾 来 来 走 还没睡 你今天不是答应林俏 带他去医院吗 他摔倒在路上 没人扶他 我又不是及时赶到他就晚了 拿你手机你还关机 你干吗呢 手机没电了 我在海边坐着 你还跑到海边坐着去了 为了你还有你孩子他们 我的后事全让你们给救活了 抱歉 实在是抱歉 好人会有好方的 高总 明天林轿还要去做笔筹 你自己看着办啊 就算我天天陪着他又能怎么样 我压根就不喜欢孩子 我也压根就没准备好 跟下一代怎么相处 再这么下去一定是悲剧 你坐来 你坐 大部分人呀 刚当店的时候 都没准备好 我刚当爹的时候也没准备好 晕着呢 我当时想我自己还没长大呢 再有个孩子 我就光剩下害怕和烦恼呢 满脑子乱 可是 当我一见到那个小东西的时候 脑袋也就这么大 一头小太薄 手指头放在这里就这么长 软软的就跟没骨头似的 你一动它 朝你一笑 心都花掉 那个感觉没法形容 你知道吗 你瞬间就知道你是爹了 我 我 他 我 我 我 谢谢大家